映入眼前的是Henry Pan 海闊天空創作展 缤纷的色系疗愈人心 仔细一看画作充满各种生活情境 这是一位患有雅师自闭症谱系显著者Henry的作品 借着彩妆和人体彩绘的技法记录人生 我们有一次就是带着Henry到沃约娃去旅游的时候 是采取自驾的方式 那这是第三天的行程 那前两天都是万里无云 第三天突然暴风雨 我们就是导航也像鬼打墙一样 一直都找不到地方 然后到最后呢 我们终于历经千辛万苦了 也淋了一身的雨 到达了美丽海水珠罐 可是我们到了那边之后 大家心情没有不好 反而是像他画的呈现这么好的感觉 因为他是充满着暖色系的 心里面是暖的 即便历经了千辛万苦 他终于到了他要到的地方 看到了美丽的景象 所以我觉得这一幅画 对看的人跟画的人 其实都疗愈到了 所以这幅画叫做海阔天空 那这也是我们常常用的一个口头禅 海阔天空就是代表说 你好像努力拼搏了很多事情之后 努力拼搏之后的心情感到很美好的一个心境 所以我觉得这幅画带给大家也是有这样的感觉 这样子 那这幅画呢 是基隆的镇冰渔港彩色屋 我觉得他的画也相当的有趣 因为他是多媒材的一个创作 然后这边的话 因为他其实他是学彩妆的嘛 所以他的画里面都有很多彩妆的元素 彩妆就是会有一些色彩的蕴染的部分 然后他把彩妆的色彩浓烈的蕴染 用在水彩上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尝试 所以他在这个镇冰渔港这幅画里面呢 有一些很好玩的线条 然后有简单的线条 但是也有他对彩妆蕴染的一些心法在里面 然后也有他传达就是 他对爷爷跟舅舅们的思念 因为爷爷跟舅舅们的渔港 在以前在这个渔港就是有很多的渔航 开了两三家的渔航在这里 所以这里是他的一个回忆所在 明明画的是青蛙 却是Henry感谢双胞胎好朋友的故事 充满想象的叙事性画作 微微道出一段动人回忆 因为他小时候呢 就买了两只玩偶 然后明明那两只玩偶都是一样的青蛙 因为他超喜欢绿色 所以他指定一定要买那两只 他就说妈妈 这一只叫青蛙 这一只叫羽蛙可不可以 我说可以 可是你认得出谁是谁吗 他说我认得出来 我突然觉得很驾驾 因为他其实后来我才了解说 原来那个青蛙跟羽蛙 是他的双胞胎好朋友 他的双胞胎好朋友 一个叫红婷 一个叫红鱼 真的长得有一点点不一样 可是我每次都认错 但只有他认得出来 然后呢他就说 妈妈青蛙的小孩为什么是蝌蚪 因为他就开始会反向的去想说 青蛙小孩为什么是蝌蚪 我要画他们的妈妈跟他们的小孩 所以他就把他以前的回忆 加上青蛙跟蝌蚪的一个 一个这个母亲跟小孩的意象 把它串在一起 对 那因为呢那个 那个双胞胎好朋友 他妈妈也常常参加我们 所办的所有的活动 然后也跟我们就是私交很好 所以呢其实我们这幅画也是有点想要 跟我们的好朋友分享说 谢谢他就是带领Henry 然后这一段很辛苦的求学过程 因为那两个孩子成绩都很好 都是国立大学的学生 然后如果没有他们的陪伴 其实Henry可能 从小受到的挫折可能会更多 那因为他们有余的温暖 让他觉得说 对青蛙跟羽蛙恋恋恋不忘 所以他就画了这幅画 雅思自闭成普系显著者 因为不同程度社交能力的缺损 虽拥有不错的记忆力 或独树一致的专场才能 但反复一码解码的社交情境 使他们需要耗费更多的心力 去归纳体会与人的互动 Henry就是其中一位这样的人 但这并不阻碍他的追梦人生 其实自闭真光古显著者 他们有一个很强大的特质 就是比如说他很喜欢重复 然后他们有记忆力很好的部分 那这些部分有时候在生活上 确实会让大家造成困扰 因为他会一直不停地重复 可是如果说他把这个重复放在学习上面 那就一个非常正向的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鼓励说 像这样子的状态 我们正面地去看待这些特质 把它引导到他在学习上比较好的状态 他就会藉由不停地练习 跟超强的记忆力来达成 一般人达成不到的执行力 其实Henry的创作 源于叙事性创作 什么叫做叙事性创作的绘画 他类似插画 但是又不全人是插画 因为他讲的是自己的故事 他讲的是自己跟自己的生活 自己跟自己的朋友 还有学校相互之间关系的一个故事 那我们觉得 藉由这样叙事性的绘画创作 其实他可以就是帮助 我们大家不只是 有自闭症跟雅思光谱的人得到疗愈 一般我们的人 就是一般我们的人在心情 如果有一些起伏的时候 藉由绘画 它其实是一个很疏压的方式 那只是说Henry他藉由这样叙事性创作 融合他的一些对彩妆的技法的一些体会 所以他画出来的画是特别的缤纷 2016年迄今Henry每年持续的发表个人画展 透过彩绘 音乐 美食共购的饗宴 持续为雅思自闭症谱系显著者发声 那这个展呢 其实从2016年到现在 已经连续办七年了 那我们刚开始的初衷 其实是希望说能够 让社会关注一下雅思伯格跟自闭症光谱显著者 他们在融入一般社交的场域里面 需要更多的大家的包容 那所以我们就持续的办了这个展 但是因缘机会有很多的协助 所以我们一路就是从基隆文化中心 然后从台中的薰衣草森林 到今年获得了望海集团天河基金会的赞助 然后在草离咖啡办了这个展览 我们这次的展览希望说在这样的一个 因为草离咖啡它是一个职人 跟创意市级概念的一个共购的咖啡馆 那我们希望说因为今年亨利 它是在已经大学毕业了 美色系的大学毕业了 然后我们希望它能够在进入职场之前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场域 然后让大家就是在关注公益的议题的同时 也可以关注它特殊的花作 因为它的画作是融入了 它在七年的这个流行美色系的一个彩妆的一些体会 所以它的画作其实有很多色彩缤纷的一个 熨染的一个技法 那我相信大家在看了这么多缤纷的色彩 应该有一种心灵有被疗愈的感觉 Henry作品迷人之处在于蕴藏着人生真谛 让观者可以更明白他们的世界 同时也鼓舞着类似的孩子与家庭 我们2018是我们第一档在金融文化中心的一个个展 那我们得到的一个反馈是因为有很多就是不同的一个状况的 就是比如说像亚斯伯格或是自闭症光谱 或者是更甚有就是应该是说它是思觉失调的一个部分的孩子们的家长跟孩子来看展 那因为有这么多不同症状的一个孩子们来看展 然后还有家庭们 然后所以我们在这个展览里面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反馈是说 我们发现无论他今天是不是特殊的小孩 其实绘画都是一个很好的抒发途径 然后到了松烟的那一档展览更是很棒 因为松烟它是一个世界型的就是国际型的一个文创的场域 所以我们在那边得到了很多比如说像学界或者是或者是医界 然后有很多人来给予我们一些支持跟建议 那学界的部分就是有包含比如说像亚洲大学或者是中国医药大学 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些视觉传达系或是医学相关的一些科系 然后他们有来看展 然后他们给我们一些就是一些他们现在面对的一些案例的一些反馈 然后也从我们这边得到了一些双向的交流这样子 展览直到10月20号欢迎民众免费到场观战 记者温君台北报导